平常我们在饮料店喝的手摇茶 全糖的浓度差不多是在9%到10%左右 所以那个36%是全糖的4倍 真的很可怕 想到牙齿就觉得酸酸的 大家好 我是马铃姐 这里是VS Media 想让更多人看到你吗 欢迎赶快来投稿哦 大家好 我是史考特 欢迎收看一分钟健身教室 人的味觉喜好有分先天及后天两种 例如说小孩不用教 天生就喜欢吃甜的东西 不给他吃还会大哭大闹 苦跟酸的东西第一次吃 一定都觉得阿尔好恶心哦 可是随着时间过去 人也可以喜欢上又苦又涩的味道 很多人每天早上一杯咖啡 晚上一杯啤酒 就是最好的例子 人人都爱吃甜 但为什么有些人对甜食 特别没有抵抗力 喝无糖茶像要他的命一样 问题可能出在睡眠上哦 2020年的行为科学期刊 找来24位健康的年轻人参加研究 他们能留接受两种情境 睡眠充足足每天晚上10点睡 6点起床总共睡8小时 睡眠不足足每天半夜1点睡 一样6点起床总共只睡了5小时 两种情境各执行三天之后 受试者来到实验室是喝3% 6% 12% 24% 36% 几种不同浓度的糖水哦 平常我们在饮料店喝的手摇茶 全糖的浓度差不多是在9%到10%左右 所以那个36%是全糖的4倍哦 真的很可怕 想到牙齿就觉得酸酸的 这个实验是采用盲饮的方式来做 糖水杯子上完全没有记号 所以受试者不会知道自己喝的糖水浓度是多少 科学家先请受试者试喝6%与24% 假设他觉得6%比较好喝 那下一次就会试喝3%与6% 如果6%还是比较好喝哦 那就再比较6%与12% 如果连续盲饮两次6%都赢过12%与3% 那就代表他真的最喜欢这个甜度了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严谨的研究方法 我想大家应该已经猜到研究结果了 当我们睡不饱的时候 真的是会比较试吃甜 同样一群受试者睡眠充足的时候 最喜欢12%糖水 甜度稍微比全糖饮料再甜一点 可是只睡5小时的时候啊 喜好的甜度暴增到20% 这个20%是平均值 也就是说有为数不少的人选择了24%甜度的糖水 那是全糖饮料的两倍甜以上 就连台南人也要自探服辱啊 更糟糕的是睡眠不足时啊 饥饿荷尔蒙浓度上升 而且早餐进食的热量 自发性的提升了100多大卡 所以说睡不饱不只会想吃甜 还会让你更饿吃更多 长期下来真的是不胖也难 睡不饱为什么会想吃甜啊 因为当我们吃到好吃的东西 例如像冰淇淋时候 大脑会释放一些让我们觉得很快乐的化学物质 例如说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 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 一起来投稿吧 脑内飞啊大麻素 而睡不饱的时候 这些化学物质呢会分泌得特别旺盛 大脑里面就好像在放烟火一样哦 一吃到甜食就开心得不得了 为什么常熬夜的人总是喜欢吃宵夜屯零食 而睡眠不足又与肥胖有紧密的关系 这都是因为睡眠影响了我们的味觉 让我们越吃越甜 全糖喝起来像微糖 而一吃到甜食 大脑立刻放烟火庆祝 满足啊快乐的感觉爆表 才会造成我们hold不住自己 所以说管不住自己嘴巴的朋友 问题可能出在你都没有好好睡觉 从今天开始 每天睡好睡满八小时 对于你的健康与体重都会很有帮助 好谢谢大家收看 如果喜欢我的频道 请别忘了帮我订阅跟按赞 我们下次见拜拜